年年夏日里 二十七岁的谭甸甸正在和父亲一起 用源自自然的本草 与各种食物巧妙搭配 熬制出一道调理身体的养生药膳 在闻火慢慢的呼吸中 谭甸甸从中感受到的 不仅是家乡的味道 还有本草带给她的温暖记忆 小的时候吧 母亲就把我推荐给我一个 金剧团的一个老师 何飞最出名的就是包工包今天 所以说我就写了唱戏 我就演包工 当年少的店店还沉浸于京剧艺术的美妙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却让它陷于两难的境地 那时候我因为突发扁老体验 很严重很严重 去看病的时候 当时的主任医生给我推荐 只能开刀了 但是我的老师就坚决反对我开刀 因为我们学经济的人 对嗓子保护要求非常高 一旦做了手术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唱了 郑日新 国家明老中医 66岁 从医41年 传承家族医道 以擅治喉科疾病文明 针对谭甸甸的病情 郑日新采用了中医传统经方 解梗汤作为主方 解梗汤 同样出自东汉一家张仲景 金贵要略 咳而凶满 震寒 麦朔 咽干不可 食出着拓腥臭 久久兔浓如米粥者 为肺庸 解梗汤主制 解梗 开提废气排庸去浓 干草 清热解毒 此外 在传统经方基础之上 郑日新加入紫荆皮 消肿解毒 赤勺悬参 清热凉血 五味药材合力作用 药道病除 那些原本闻所未闻的本草 却具有近乎神奇的魔力 所有这一切都在年幼的谈甸甸心中 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的时候肺 就喜欢把所有的中药包打开来看里面 到底有什么 但是就看到其中有一个药剂片 很稀奇 小脚的一个很不起眼 但感觉还剔透的 然后就问了一下医生这是什么东西 医生说这就叫举梗 本草纲目记载 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 故名杰梗 七月的清晨 吉林省延边光东村 紫色的杰梗花竟相开放 此时正是采挖杰梗食用的好时机 经营雪白的根莖 不仅是治病的良药 更是朝鲜族家庭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24岁的李娜 第一次和奶奶学做结梗泡菜 这是每个朝鲜族女孩成长中 必须掌握的生活记忆 此外 还有那首世世代代传唱的名歌 杰梗瑶 新鲜的杰梗放入粗盐 反复揉搓 在去除水分的同时也削减了原本的苦涩 再倒入辣椒 加入蒜泥 白糖 精盐 搅拌均匀 延边的冬季漫长而寒冷 新鲜的菜品乏善可陈 有了酸爽甜脆的结梗陪伴 寡淡的日子也会变得温暖 而有滋有味 蜂蜜的失望 对 现代药理分析表明 结梗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结梗皂肝 它是抗炎的关键活性成分 具有阵壳驱痰及阵痛的作用 成年后的奠点 工作至于最大的乐趣 就是和票友们唱上几句 本草带给它的温暖和神习 也像对京剧的爱好一样 根植于心难以忘怀 这是一南一北 在中国大地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的本草的故事 一曲结梗摇 一段扎美案 却在同一位药材身上 跨越时空地连接在了一起